大家好,好久不见了 其实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有时候是在学业方面 有时候是在事业方面 我现在除了每天做画之外 其实还有很大的精力是放在家庭方面 所以每天要画完画之后 要带女儿放学、上学 还有去补习、去跑步 所以在这个跑步的附近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片草地 所以在这个草地上面 就有这样一个家庭 这个鸡妈妈带着小鸡们 就每天在草地上面觅食、玩耍、找吃的 所以这个也激发了我对这幅画的创作灵感 其实生活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所以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我觉得都是他自己的艺术家 谢谢 一定要追悔 你说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